一化二 二化三 三化萬物 當我們這個世界未有的時候 其實一個混沌的情況 就好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雞蛋裡面 雞蛋白和雞蛋黃 其實就在雞蛋裡面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面 是真是有文獻記載的 人是可以經過道蜀道法而升仙的 師傅 喂好呀 又來一集新節目 因為現在都是唐曆的七月份 我們不如說說一些關於 今次我們七月份的事情 這次也是一個網友他所問的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的靈異節目 就很時興 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聽靈異節目 他就問我 Gary 中陰身其實是否等於鬼呢 哇 這件事就讓我拋頭 但是當然根據我自己的理解 其實中陰身不等於鬼 首先這個大家先要理解的概念 因為鬼如果真是以佛道兩方的說法 其實換而言之 他已經墮入了六道裡面的鬼道 這一個才叫做鬼 而我們本身所理解的 中陰身和鬼這件事 其實是兩種東西來的 大家首先要知道就是不等同的 不等同絕對不等同的 我簡單一點說 待會師傅如果我有錯 你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換而言之 其實在佛經裡面說的 其實中陰身就是一個階段 就是說當我們人正式死了之後 我們自己本身的感覺 其實我們的五感仍然存在 從真正的死亡我們要叫做真正的死亡 現在其實科學的裏面 就要在醫學上判斷我們真正的死亡 跟我們實質我們人理解的就不同的 經歷了這個時間之後 然後就在這段時間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地獄陰間 或者是這個境界的時候 其實到你真正另一次的投胎 或者你另一個階段 我們叫做這個中間的階段 這個所謂的情況就叫做中陰身 其實是不是這樣解釋呢師傅 據你了解 大致上可以這樣 或者我這樣去演繹 我們叫什麼叫中陰身 撇開以醫學角度去創新 人死亡之後在一個宗教信仰 他是要經過一個過程之後 就去轉頭胎 我用佛這樣去講 佛就是說當你在這個階段 都可以歸納中陰身 當他去到鬼道之後 那個就叫鬼了 甚至乎是這樣 因為中陰其實有一個正名 叫做中有 其實這個也是從凡文裡面轉過來 其實他們類似那種的解讀 類似我們這樣 就靈魂或者是魂魄 原神都有一些近似的解釋 不過就不是全部的 但是就很簡單 如果以佛教的概論來講 就這個情況是在我們人死之後 和到另一個階段中間的裡面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有講到 其實從了結了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的階段 到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五魂 就是我們自己所講的五感 就仍然存在 所以就去到在這個情況的裡面 因為我們仍然還有五感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解釋 從佛教裡面的解釋究竟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首先我們大家要知道 中陰這個境界就不是只是人死了才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其中有講一件事 就是中陰其實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六種 其實夢境我們發夢的過程 都是叫做中陰的境界的 只不過有一件事就是有幾種 如果以佛經來說大概有六種 就是第一,儲胎的階段 即是說你在BB,在肚子裡 那種感覺或者你發夢 其實都是一種叫做儲胎的狀況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睡夢的狀況 即是會然之你發夢的狀況 其實都好像離世之後的中陰階段 第三種就是禪定的境界 即是你當時所處的 另一種就是所謂叫做暴仲命中 即是人離世的時候 第五就是開始入法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最後來 就是右伏轉生 即是你重生之前的境界 你進入你的胎裡面 中間都有這一種 有六種 但是如果我們簡單一點說 如果大家都不需要害怕 因為為什麼呢 去到我們人離世了 那個中陰的狀況 就好像我們發夢的狀況 大家就不需要想 是不是只是所謂叫做中陰身等於鬼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中陰有臨中的中陰 即是無論你臨離世之前 那個狀況都有 死亡的中陰也都有 所以就會牽連到我們中國 所謂叫做有頭七、尾七 而在這個狀況的裏面 我們都是分每一個七天 就是一個階段 有一些說法就說 其實在這個狀況的裏面 就好像我們發夢醒一醒 然後就再發另一個夢 其實就每七天就有這個圈 涉及到人本身那個所謂叫做業的狀況 但是有些佛教的朋友都說 但是我們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到了那個時間和我們人間的時間 是不等於一樣的 但是就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情況裏面 因為這個交接期間 我們那個鈍悟或者是怎樣呢 那個能力最強 因為我們脫離了肉身 所以就變成在政策裏面做法事 那個功德或者力量最大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首先 到教我們都會有所謂投胎 其實投胎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 首先那個時間和現實世界的時間 不等同大家要先知道 我們為何會有頭七、二七、三七、尾七 即是七七四是假的 因為我們深信人的肉體 是有兩組東西 構成一個人類的生命體 就是三魂七拍 當一斷起的時候 三魂就會離開肉身 沒錯 每個魂就走不同的方向 拍就是我們的器官 主要我可以用的是 我們人的肉體的器官 而每一個拍就是 每七天就圓直 真正圓直 我們就會這樣去看事情 所以每一個七 我們都最好能夠超渡 何謂超渡或者是中一些經 讓它釋懷 因為中陰身跟鬼不同 你對呀Garry 他們的第五觀感 依然存在 甚至放大了 因為這涉及到我們 佛教裡面有一個詞語叫做念式 沒錯 念這件事其實最強 是的 即是執念 顧念 都是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肉身 沒有肉身的限制之餘 而我們的思維是還存在的 是的 人死亡了 就不是馬上就斷片 好像喝醉酒一樣 是的 但是中陰身確實又有一個特性 他忽然間就好像醒覺了 去尋找一些東西 亦都忽然間他就好像一個 休眠狀態 沒有了意識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中陰身 所以這樣說 為什麼有些人說 就是當人離世之後 其實頭那段時間是最害怕的 即是最恐懼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狀態 究竟是怎樣 當然在不同的宗教裡面 在那個境界各有描述 但是大部分他們所解釋 因為人脫離了肉身 在自己未知道自己的生死的時候 那種恐懼 其實經文又或者不同宗教裡面 這些儀式其實是幫助他 讓他不用怕 是的 或者我們叫他不要去執念 將以前你在世的時候 認知你的學識或者你接觸的東西 去固定了 是的 我們都說 其實有時候 在佛來講 或者道都會認同的 有形和無形是一線之差 是的 就是看你自己所謂的修行 或者你的令人境界 人死後一般大部分 大部分 在我們道家來講 頭七之後他們一定知道自己死亡 但是由死亡到頭七之間那段時間 有部分人是似是如非 好像知道自己死亡 又覺得不是 好像依然繼續生命 這個就是要經歷一個階段 他確認死亡之後 他又有另一個心境 因為他的意識依然可以存在 但是他的意識是偏向哪個軌跡呢 那真的是當事人才可以 沒錯 每一個人有不同 因為涉及到不同的業務 甚至他意識的地獄 那個環境 都有不同 形態都有不同 都有不同 是的 但是大家要記住 這件事我想 榮革 即西方一個心理學大師 其實他在這裏裡 他都有講一件事 因為這個是我們地方本身的集體潛意識 這個我們首先要知道 因為這個其實是解釋了一些 為何我們居住舉例 我們在香港 又或者我們在美國 即我們以土生土章來講 以原有第一個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所受的影響 而慢慢慢慢其實潛藉了一個宗教觀 是的 悶的 這個就是所謂洗腦式 因為我們有 其實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這個其實解釋不了 就以西方人這樣說 他們不偉忌去討論死亡 OK 我們中國人就很偉忌 一說死亡就很害怕 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帶有了一個訊息給我們 當我們死亡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去恐懼 第一次進入死亡的時候 他有一個意識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很特別的 其實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為意 而如果大家有自己 比如有小朋友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留意 其實小朋友的恐懼 見到這些的恐懼 其實未必是來自父母的 是的 但是他自然會有一種感覺 他會害怕的 是的 這個我們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我們其實解釋不了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集體的潛藝式 在這個地方的裏面 共有一種感覺 其實大家就會串連 某一些宗教的信仰 某一些所謂的雜性 其實就會出現在這個社會 但是也會因為這個社會 某一些意識或者形態會改變 其實會有轉變 我簡單舉個例子 我們小時候經常聽到鬼谷 有一雙瘦花鞋 是嗎 是 很自然的 我們早期比較傳統的鬼谷 這個是必其然會出現的 我當我們六十年代出世那班 舉例 其實就算看鬼片 但是如果我們問回現在那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害不害怕呢 他們可能未必會害怕的 但是某些情況裡面 他們會回答你 他看到的話都會害怕 但是你解釋不了為什麼會害怕 原因就是有我們這個集體上的東西 所以也都在這裡裡面 我以前也有聽過一些師傅所說的 為什麼要知道有這件事呢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的師傅也有說到 因為我們所有的我們叫做五感 在這裡的裡面是擴大了 因為我們原有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原有因為我們受了我們肉身的限制 眼睛是看東西耳朵是聽東西 鼻子是聞東西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眼睛不能夠聞東西 我們不能夠用耳朵看東西 是一個健全的人 但是如果人有缺陷 可能眼睛天生出來盲了 他的器官某些東西 能力就會放大 取代了某些位置 所以為什麼盲的人 為什麼他的耳朵的聽覺會特別靈敏呢 其實這一個就是 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 和我們身體的限制出來 所以到我們離世 我們脫離了肉身之後 這個能力放大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記憶力是會放大的 所以我們以前在在世的時期 我們聽了佛經 說我們小時候聽完 不記得 但是到了離開肉身之後 這些記憶就會出來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可能現在我們聽靈異節目 又或者我們聽我們的節目 可能是一個消閒的性質 但是其實到了我們離世的時候 可能有幫助 所以都是這樣說 就是不需要太過 說中陰身究竟是不是鬼 或者怎樣 我覺得不需要 真的太過恐懼 還有為什麼反而我們說 七七四十九日 都要做一些經文給他們 因為在我們的宗教上 就會覺得 就是因為他踏入另一個空間 是 另一個轉化 他完全是沒有這個經驗的 因為在我們歷史的宗教上 就是說他喝了茅婆湯 才重生做一個人 他這一世的肉身 當死亡之後 就轉體成一個中陰身 然後再經一個階段 就是投胎轉身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就診他 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那七拍 即是人基本的器官 去重新冷靜他 或者我們叫做調背他 不要用有一種 舊有的歷史背景 帶著他去投胎轉身 沒錯 這是最先的原意 亦都等我們的亡靈 其實三魂是一件事 七拍是另一件事 沒錯 最終他們都是一團氣 這團氣 讓他釋放所有 即是說 罪惡感 恐懼感 或者一種貪念感 或者一種憂念 都讓他放下 用一個最純潔 最平靜的心態 去走 他將要繼續走的路 當然我們常常說 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我常常強調 那四十九天 就是在現實世界 是四十九天 有幾多個小時 幾多分幾多秒 距離的時間是多少 但是在人死亡 沒有了肉身的時候 就是不受控制 中陰心有一個特性 就是真的 你們會覺得他好像有神通 有他心通 或者有一種很超自然的力量 即是不痛 因為你脫離了身體 沒錯 有時候我們看到 或者我們在電視機 有時候看到一些片 拍片 為什麼這些鬼可以穿牆呢 其實他本身在那個時刻 他的身份 根本這幅牆不存在 嗯 不存在 沒錯 再加上他侮辱身 不是一個實質的體系存在 他只是一團氣 一團意識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或者一些記錄到的畫面 為什麼可以穿牆 過壁呢 就是這樣 因為他很簡單 他都沒有 我們肉眼 我們物質世界裏面的東西 沒有 但是就不是代表他有什麼神通 只不過大家的境界不同 是的 因為大家說 他是一個意識 對 嚴格來說我叫做意識 他的存在是意識 可能那個靈體存在在這裏 100年這樣舉例 可能他當時的世界 或者100年前沒有牆在這裏 是的 我同意 因為同一個空間的時候 當時來說就是一片草地 草地 三方野嶺 可能 今時已經有大廈 大廈有分A座B座C座 其實他的空間是不存在的 所以就會形成一種情況 不過我想這樣 其實中陰身和鬼的分別 我覺得真的需要理解 因為大家理解完之後 其實不要將他混淆了之後 其實就令大家明白 不要害怕 因為大家有時候都會 比如有親友 或者有家人離世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怎樣做 為什麼要做頭七 二七 三七 尾七 如果你說以舊友的來說 就好像聽我媽媽說 以前就逐個七 就有不同的做法 有不同的儀式 現在就全部減弱了 現在就基本上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那麼細節 已經沒有那麼細節 例如據我記得 頭七就家人 就是孝子做 主要是親人做 二七就親戚 然後就是一路分的 然後到第六個七 才是女兒做的 現在沒有了吧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分的 現在扔回頭 如果能夠一起去參與 是最好的 作為一個道場的主持 鼓勵大家一起參與 以前沒有的 以前他聽我媽媽說 以前有分論輩 繼續的 我同意 因為古時我們始終中國人 很講論之行輩 或者輩分 所以就把那套系統 放了下去 嗯 現在今時今日 已經沒有那麼細節 是 反而是希望 不論男的 女的 能夠參與 就是對先人的一種尊重 因為我盡是記得 我看回一些歷史的書 因為我們以前 香港 就算戰後初期 仍然還有一種習俗 就是將父受辦家 嗯 是吧 即是你那時候 很久了 我們都未出生 你再看一些照片 不是說那些堂樓 他們要踏堂竹梯 在三樓那裡 很長的 因為第一 他怕跟人們衝 第二 那時候樓梯這樣下降 其實都不好 那他們就索性 要搭一個棚 或者搭一個樓梯 就在三樓 直接運賦秀出來 那時候 頭那四個星期 我記得 因為我聽我母親說 因為我那時候 我爺的一輩 都說叫做大戶 他就說 他們那時候 他們那輩 是到第五、七 才家裡要放 即是外面要寫男字 然後朋友、親戚 才到拜 那時候才做 你想想 儀式是多麼複雜 是不是 現在沒有了 現在 因為如果一個人過世 政府鼓勵的 是盡快處理的 是 不要說疫情 疫情更加快 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人做 現在都沒有人做美七 反過來 國內都是 很快 很快 他們很快 就要處理了遺體 以前我們是 因為古時來講 我們一定要放在大戶 首效 我們叫做首效 這是很重要的 就算以前 比如我們戴校服 女兒要戴花 我們要掛紅 類似那些 我不懂那些名稱 但是我只知道 那時候的藍和師傅都說 你要美七之後 現在才要除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就沒有了 無理得出到殯儀館 又反過來 現在很多時候 即是說 實際你怎樣暢順 因為我們要經什麼呢 又要佈奴 是 先佈奴 哪一天 就要找禮堂 去配合 然後第二天 就立即上山 或者火葬 其實現在是因為 這個 預約政府的時間 有規限 就變成去殯儀館的時間 就有不同 是呀 是呀 以前沒有的 以前做了儀式 人幾時死 就一定要在哪個儀式之內 就要做的 現在因為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當然啦 現在香港其實 上個流程都算是長相 就算現在有些人說 我們做頭七 以及回運的時間 都已經有不同了 現在有些南無老計都有 現在都有 那我又不認同 因為所謂 我認知 因為始終我們人死 就是以他的生神 和他終於幾時 去配對一些 天干地支的術算 去計算他 所以他的回運夜 是有一個定律的 那這個是改變不了 那頭七 總不知你死亡對七 以後就歸頭七 那一路衍生下去 2737去計算 那只不過 有時候我們要根據他的術算 去計算他的所謂回運夜 漲高幾多 亦都會計算了 他將會輪迴的時候 進哪裏 那這就是經過一些術算 去計算出來的 而是目前現在 一般政府 或者叫做提供到一個程序給我們 可能時間有不同 那你想想有時候疫情呢 我那個時候 我有個親戚 因為疫情上的關係 他多拖幾個月了 因為你死亡人多 那真的沒有時間 是啊 所以那些人就問南無佬 究竟這些怎樣計算呢 通常都煩的 那時候我只記得 對不對 是啊 其實如果你問我 又因為疫情 你沒有辦法處理的遺體 又好像走回古時那一套 先做了 先完成了 先完成了7749 那你才可以處理的遺體 其實以前就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不需要7749日 你已經可以舉笨 還有去燒了遺體 就叫做入土為安 現在比較少土壯 現在比較少 那就是骨灰圍 是吧 反而又走回 不過我想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亂 有時候的情況 你像師傅所說 你做完77 你做完尾七 可能你都還在臉房 很死心頭痛 就是那時候 其實我們民間來說 除了7749日 每七去做一場發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一百日 其實現在都笑了 其實不論小朋友BB 做百日宴 但是其實離世的老人家 都有一百日的 都要做一個儀式 現在又沒有了 現在少了 現在少了 其實你不要說 只是每個七 就哪些親人做 大家都各處鄉村各處 有些就說二七就是媳婦做 到六七就是孫子做 其實真的各處鄉村各處 不過所以現在都沒有 大部份做完頭一個七 就已經完成了 哪個七是哪個背份去做 現在90%都不做七 不是吧 還有多少人會做七 其實比例很少 一般的家庭就是 我設了禮堂 出殯完 這樣就停了 有些是否做完英雄宴吃完飯 那就全都全了 全都 立即除孝 對呀 所謂各火盤 各火盤除孝 就除孝 還有人 有沒有人繼續根據七去做 現在七是少 因為時間急速了 社會的所謂那個 舊的習俗已經盡量去簡化了 不過我覺得 如果老人家真的有宗教信仰 始終你 頭七我想怎樣都要做 你不要說我 我古老友 或者是怎樣 大家不要以為我 我這麼西化 其實我本質 我覺得應該 某些事情應該要做 你不要做完 七個七 對不對 起碼你頭一個七 你都要做一下 你不要講到一些靈異故事 你一個人去到外國 人生路不熟 你一個人去到英國 你講一句英文 可能會很害怕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要有家人打電話來 你怎樣 搞不搞得行 想你幫忙 心裡是否都要定 是呀 是呀 就是這樣 我用了很常理的解釋 但是現在真的很大部分人 找了安排了藍和師傅的流程 是呀 或者是怎樣 根本就真的沒有人做頭七 都是一樣的 真的少 我同意的 其實儀式不是一定要花費很多錢 真心說話 只是做一個程序 怎樣去給他 去引領他 讓他安定些 是 你去一個新環境 你自己也要走 你給他一些正確的訊息 都是一件好事 起碼說回路 你怎樣走 但是 我不知道 我自己有可能 我自己未來八年龜佬未必 但起碼我現在就這樣感覺 我都覺得需要 雖然我認同的 例如做百日 這些事情就現在真的沒有了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有時候都不同了 現在的習俗時間大家都有不同 是啊 所以大家 我覺得 當然有很多因素 沒錯 大家的時間上 或者經濟上容許做的 始終做足 你就不會有時候 勾起一些事幹的時候 是有一種恐懼自己做不足 對 尤其是現在 我想朋友有些可能離開了香港 又或者可能大家親戚朋友見少了 因為移民上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多人問了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有些基本的禮儀 我覺得做足 但是在在世的時候 多些關心自己的父母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可能找一下打電話 跟他們聊聊兩句 或者約他們吃頓飯 聊聊天 這樣東西都是開心的 其實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說現在很多的老人家 都已經是很多都 因為子女可能走了 甚至可能就算在同一時間 都在香港都很見面 都越來越疏 令到現在很多老人家 心理的狀況都不太好 可能又有些抑鬱 或者其他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 在靈異上裡面 反而現實 不如做多一點點事 打個電話聊聊天 吵吵吵吵吵 我覺得 我同意 我覺得最重要是 真的自己去嘗試 以自己的能力 調配好不好 是的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的 OK 不如師傅 你還有些甚麼補充 大家都是這樣說 各處鄉村各處例 另外還有一件事 涉及到殯儀裡面的儀式 所有的不同做法 我想我們也不會參與太多 因為每一個師傅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 小小的程序 會有不同 大家也不需要執著 總之大家都是求安心 或者可以盡 一個最後的孝心 我覺得應該要做 就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是個心意 以及你不妨去問多些資訊 也不要說是單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 我的心意比其他 對 你說好像以前古代 那樣做女生 如果知道父母離了一輩子 她要直接在自己的家裡哭到她 哭到她自己父母的家裡 這些我想現在沒有可能做到 但是以前是有的 沒有的 甚至乎當然 有時候所謂在一個儀式上 做不做破地府都有分歧 有的 現在都有 其實做破地府的原意是甚麼 大家也不太清楚 沒錯 就好像人有我又要有 但是破地府的原意是甚麼 當然有機會我們再長談 因為每一節 我們的原意是怎樣 但是最慘的就是我經常說 宗教歸宗教 有些習俗放進去 就很難去抽屍摸架 另一個不開心 有些現在我知道的 師傅你剛才說的破地獄 早一兩年前 有些人拍了影片 就說這個師傅做得不好 又做得不好看 我覺得是否做得好不好看 是否告訴你 你要認為好不好看 或者你在人間的裏面 又或者現在一般去參與一些喪禮的時候 這些人好像看show 師傅轉得夠不夠 會不會誇張 有些姨媽姑娘就說 哪個哪個 以前喜歡吃甚麼 為甚麼你不交給她 我覺得不要咬這些事 千萬不要在這些細節 沒有辦法 還有我都會說 如果我們家族大 有時候盡可能就相就一些長輩 就一就她 起碼就少了一些口蝕是非 我聽過不少 我也聽不少 我也聽不少 只是爭用哪個宗教信仰 都打架 我也試過 我也跟我的善信說 雖然我行道教 如果你的長輩想行佛教 先行佛教 我在這裡的禮堂 同一時間和你做一個道教儀式 當然是沒有禮堂那麼豐盛 但是我們都可以這樣去做 就變成在做完所有的過程的時候 都不用和長輩口刻言 對 你佛道還不能搞 你一個信 有些信耶穌 我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這樣爭辯 有些重大 我都是這樣做的 我都會跟那些善信說 其實除了行喪禮 我都會盡量和他們安排 七七四十九天和一八天 如果經濟有問題 就可以上來的 又不是真的每一次花多少錢 但是你要預算 要參與 我免費和你做都不是問題 你不參與 就失去意義 總之都是麻煩的 我覺得煩不是靈異故事那些煩的東西 最糟糕就是人世間裡面 這些東西是最多這些東西 是啊 所以不要緊 大家聽完故事 就算是解釋給網友 大家知道 中音生不等如是鬼 沒錯 這件事我最緊要知道 不如師傅 不如時間差不多 好嗎 好 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記得like and share 留言 我們真的很想聽你們的意見 然後我們盡量去滿足你們的詢問 有些什麼想知道的都可以說一說 只是盡力 雖然因為不同的師傅 對於信仰上有不同的解釋 不是代表我們適合的 只不過是讓大家參考一下這些東西 好來到這裡 拜拜 多謝各位